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何不被认可 大家的要求是什么 你开一开我改都不开 你又改成这种 那是不让改了 我们这个厕所就行了 方便之处 不方便 一个土坑 两块板 三尺土墙围四边 夏天苍蝇多 冬天脚下滑 也许这是传统农村厕所给很多人留下的印象 近年来 我省开展农村厕所改造行动 大家拆掉了使用多年的汗厕 用上了更加干净卫生的冲水式厕所 生活环境也得到改善 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提升 村民是很欢迎的 然而最近 旅粮市离石区 留家湾村的村民向我们反映 他们那儿花大力气改造的冲水式厕所 却用不了了 雨粮市离石区 莲花池街道 留家湾村 有100多户人家 2019年11月 村里进行了50个左右的汗厕改造 但是 说起这些新厕所 村民们似乎并不满意 说着 我们走进了一个巷子里 巷子里的一个个灰白色小房子 格外显眼 村民李大姐说 这就是刘家湾村新建的厕所 我们看到 这个不到两平米的空间里 几乎堆满了塑料桶 纸箱等杂物 要不是门上挂着洗手间的牌子 还真看不出这里边是厕所 李大姐说 这个厕所从去年11月份安装好之后 它就没有用过 由于没有上下水 所以 这个看似美观的新厕所就成了花瓶 李大姐实在想不出 这个厕所可以用来干什么 于是就堆放了一些杂物 把门锁了起来 后边这有个管子是干啥用的 后边有个管子 那里面就是 这是一桶排气管 排气管 新厕所后边的白色管子是排气管 下面连通的是塑料化分纸 既然李大姐家的新厕所没用 那么家里人的上厕所问题 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你们家这个汉厕才来 满了 这不是汉厕 现在用的就是这个汉厕 我也不能用 现在可以马上厕了 厕了现在又能用厕 锦临李大姐家旁边 我们看到连着修建了四个新厕所 其中三个厕所上了锁 没上锁的厕所里 已经落满了灰尘 我们打听到 这个厕所是在巷子里居住的王大姐家的 那个就是我家的 那是你家的 你家没有用过是不是 那边没水咱用了 和李大姐家一样 王大姐家的新厕所也没有使用过 这个东西是要冲水用的 然后那那个呢 那个黑色盖子 我也不懂 就是没水修持着没用 咱们灌水的话是把这个拧开 然后往里头倒水 倒了水 然后这样按着从厕所 看着 这是 都是按着 看看这多脏 你已经 反正是按上都没有使用 我委屈过 谁家的也委屈 王大姐说 因为没有接通自来水管 按压水箱里的水 需要人们从自家家里打 很不方便 没有上水管网 也没有下水管网 如果使用新厕所后 排泄物都是进入地下埋放的 大概两立方米左右的 独立花粉池 我们打开了厕所后边的轻扎口 里面干干净净 确实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一点点水 这水是不是雨水 积水 可能是的 是雨水从这儿进去的 对 是 现在院里有个厕所 就是这边不是没水 每家都没水 水减也不少 王大姐说 厕所位置离家较远 所以夜里上厕所就比较麻烦 我们可以看到 村里随处可见这种新厕所 但是基本上都没有人使用 有没有验收过 一手过呢 修好之后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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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小猴俩 可是他们其实小猴之家 也是不能用 李大姐和王大姐 以及大部分村民 在改造厕所的时候 都没有拆除以前的汗厕 所以如厕问题呢 目前并不是一个难事儿 无非是在旧厕所旁边 或者是街道旁边 多出了一个闲置不用的小房子 可是对于拆除了汗厕的村民来说呀 他们呢可就遇到麻烦事儿了 这不 52岁的乔师傅呀 又想出这么个办法来 乔师傅说 他腿部受伤已经20年时间 本来觉得改造厕所是一件好事 就配合工作人员 花了一下午的时间 拆掉了原来的汗厕 建起了新型的冲水式厕所 但他使用马桶实在不方便 冲水也有时机困难 于是就把马桶和冲水设备拆除 自费把这个新厕所 改回到了之前的旧厕所 你不是把这个蹲面给拆了 完了改成汗厕 你出了多少钱 一两千块钱 乔师傅对于从汗厕 改成冲水式厕所 再改回汗厕 自己莫名其妙花了冤枉钱 心里还是有些不痛快的 我们看到 乔师傅家这边一共住着四户人家 有四个新厕所 除了乔师傅的厕所改成了汗厕 另外两个堆放着杂物 还有一个竟然被拆除 放到了一边 那个房子本来是你家的 然后你给拆了放到那了 不用了 不用了 现在依旧还是使用的 就是那种咱们自己修的 敦式的这种汗厕 村民陈大姐家 2019年改造的厕所 同样是无法使用 他干脆拆了新厕所 在院子里 又重新建起了一个汗厕 大家都觉得 新厕所不是不好用 是不能用 冬天都在那里头 摔着 冬天都在那里头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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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都摔着 冬天都摔着 这都是加家户 还要加帅个麻烦 解决措施有没有了 可以啊 村民们反映 去年11月份安装厕所后 天气逐渐转冷 而旅粮地区 从12月份开始 到来年3月份 平均气温都在零下 有时候上厕所 还得限烧热水 用来冲测 大部分村民都难以做到 全村的新厕所 也就没有使用起来 据村民们说 改造厕所投入的资金 并不少 除了化粪池之外 还需要统一安装 马桶 冲水桶和排气管 所有的这些 都是政府无偿给的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所以2019年 刘家湾村的 策改工作开展以后 三分之一的村民家 都进行了改造 可没想到 现在却出现了 这样尴尬的事情 根据村民所反映的情况 我们也总结了一下 村里的新厕所 使用不起来的原因 一个是因为悬址不便利 第二是因为取水不方便 冬天容易结冰 第三就是因为使用水冲之后 化粪池里的排泄物体量增加 这个后期清理的频率 也会提高 花销也会增加 这既花了钱又费了劲 新厕所压根就不好用 不能用 这又该怎么办呢 其他地方又有没有 类似这样的情况呢 砖器的厕所依旧没人用 你这找的 这个口小是吧 口小嘛 你找的你这么花的 去嘛 花大价钱改造的地方 大家为何不买账 修的不合格 使用新厕所后 又出现了 尴尬式 方便之处 不方便 除了吕梁市离市区 莲花池街道 刘家万村 吕梁市柳林县的乡镇 也从去年开始 进行了焊测改造 我们的记者 来到柳林县 金家庄乡 康家平村看到 这里新改造的厕所 是用砖块累气的 采用的是 吨便式厕具 那么 村民们的使用情况 又如何呢 我把木材摔着不能用 这点给你 意思是 这个便池的 这个口太小 咱们家这个 新修的这个厕所 用开了没 没有 我看看 你看 你看 这还没用 上面盖了个板 没嘛 没嘛 嗯 嗯 也想想 签了个字了 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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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家里用的 就是你家现在用的 那也没水 没水 但是那能用的 为啥这个没水 就不能用了 这个 脏的不脏 脏的不行 嗯 呼气脏的 这个口小是吧 口小嘛 脏的 你怎么化的 气 柳林县康家平村 也是去年11月份 进行的厕所改造 我们看到 这里的新厕所 大部分都在路两边 十分整齐 但村民说 如果要使用这个新厕所 那么 每次上厕所时 就得从家里取水 进行冲洗 十分麻烦 所以 大家都还在像以前一样 使用汗厕 将新厕所 遮盖起来 我就就写了 给水给我来不行 我就不想你写了 夏天上我拿豆书床了 嗯 短期确定它不行 我摸摸起来 我自家也要个厕所 自己的汗厕 我们在柳林县 金家庄乡 康家平村 看到的情况 和离时区 刘家湾村的情况 大致是相同的 新盖的厕所 因为诸多不方便的因素 村民们都没有使用 去年柳林县陈家湾乡 麻烦泽村的厕所 也进行了改造 而改造之后 同样也出现了问题 杨师傅 今年68岁 身体还算硬朗 家里要修新厕所的时候 他很高兴 可是刚一用 问题就来了 修的不合格 你这个厕所 已经使用开了 是吧 这个 这个 基本上 可窄不是 可窄 有厕所窄了 这个不宽 对 那个便池太窄了 窄不窄 杨师傅经过使用发现 厕所的便池延壁较窄 与地面 有四厘米左右的距离 他只能 再找来两块砖头 在两边垫着 这才能够站稳 漏了 漏了 从不低 你怎么知道漏呢 那不其他的 但是漏了 他也该去人 意思是这个 坟池满不了 杨师傅说 他家的厕所 也是去年11月份改造的 到现在 已经使用了10个月时间了 这么长的时间 厕所 这个化坟池都没满起来 难道 这个下边的化坟池 盖得太大了吗 一个是这些 一下午就修了 杨师傅说 修一个厕所 需要的时间 并没有多长 可能是工人 在施工过程中的疏忽导致 他也多次查找原因 最有可能的 就是漏进了地下 之后 陆续有村民反应 他们在如厕时 遇到了不同的问题 我们分别在 黎石区 刘家湾村 柳林县 康家平村 麻湾泽村 进行了走访调查 发现 有新册使用困难的问题 也有使用新册之后 出现的质量问题 厕所改造工程 虽然比不了 建高楼大厦那么复杂 但毕竟涉及到家家户户 这个质量问题 是不容忽视的 那么 这三个村庄厕所 所存在的问题 相关部门是否知情呢 随后 我们的记者 先来到了 吕良市离石区 莲花池街道办事处 了解情况 吴副主任告诉我们 去年 辖区的策改工作 由街道办 党工委委员毛士权负责 随后 我们拨通了毛士权的电话 改革完之后 人们都不用这个厕所 大多数人还在使用汗厕 那区区都是要这个策划 那为啥要进行改革呢 就是为了完成任务 毛士权说 按照 吕良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019年行动计划 到2020年 全市卫生厕所普及率 要达到55%左右 但在实际改造过程当中 因为工期紧张 所以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 对于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 又该怎么解决呢 毛士权说 他现在已经不再分管这项工作 随后 我们又联系了 今年负责策改项目的 政法统战委员 王强 我分管这个事情 但是我今年5月份才过来 今年过来的时候 农给策刀就全完了 随后 我们就柳林县 康家平村存在的问题 来到了柳林县 金家庄乡政府 肯定用 那老百姓的 因为这可能 弱的是小股 肯定大部分都用 所以这些不用 马上拿上去 汉策没拆吗 有 大部分拆 像去年改的都拆 刘乡长说 康家平村的汉策已经拆除 但是 我们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 那么 是他对情况并不了解 还是另有隐情呢 随后 对于麻湾泽村存在的问题 我们又来到了陈家湾乡政府 但是 分管领导都不在单位 我们拨通了 乡党委书记 刘忠旺的电话 改造就是让人们 外层厕所嘛 像人们普遍反映 就是说这个厕所 没有以前的焊厕方便了 可能就是各个的 有问题 是不是 做的时候 做的就质量有问题了 怎么了 那像质量有问题 咋办呀 这个情况 质量有问题 就是整改 上面有设计 有图纸 我们都是按规定的要修的 因为新的技术 再一次弄的话 就推过了 然后咱们肯定是学习 推过嘛 陈家湾乡 党委书记刘忠旺说 自策改工作开展以来 大家都在探索中进行 也发现了存在的问题 工作人员多次学习调查 结合群众的意见建议 也逐渐摸索出了新的方向 存在问题 如何解决 小厕所有大学问 农村改策不能为改而改 安装升级后的设备 大家用后也很满意 我一提也适用了一下 看着都很好嘛 方便之处 不方便 我们就三个村子的策改问题 分别询问了当地的街道办 乡政府的相关负责人 但他们所说的情况 和我们实际了解到的 有些不太一样 那么推进策改工作真的有这么难吗 大部分地区都是这样的情况吗 我们了解到 在吕梁市柳林县金家庄乡 也有策改工作做的比较好的村子 比如说记者在范底村就看到了这样的新式厕所 在我身后的这处改造之后的厕所 它的变池的口径明显的有增大 然后旁边还设置了这种冲水的设备 新的厕所外墙采用了砖器形式 内部使用的吨式变坑 口径明显有所增加 而且也安装了防臭设施 一旁也增加了脚踏式冲水设备 可以保证厕所卫生 为了查看 这种改进后的新式厕所的使用情况 我们的记者在范底村进行了随机走访调查 原来肯定好一点 它这个冲水的话会不会冻呀 你说家里 冻不离 你看它多生 怎么生还能冻 这就解决了冬天冻的问题了 土里边的 土里边一般有一米生 村民反映 这种脚踏式冲水器的水箱 深埋在地底一米左右的位置 解决了冬季上冻的问题 如厕之后用着踩 每次冲水量约200毫升 目前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这个冬天怕不怕冻了 这个水 冬天不小心 估计冻了 水 水过去拿出来 贴荷刀才加满 原来厕所拆了 这是新修的厕所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改造之后的厕所 采用的都是双瓮漏斗式厕所 前漏建于厕室地下 后漏与前往相连 可达到无害化要求 粪液经过发酵 形成生物肥料 从厕室外的后瓮口进行抽取 可用于农作物生长 如果今年冬季 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出现问题 那么这样的厕所改革 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实践 我们今天在厕所 都是脚踏式的厕所 水就是毛里豆 但是冬天是房购的 节水和节水的 基本完了 我们还没有列手 这样就在厕所的列手 因为我们这里 也是在摩斯多建设的 今年我们这个脚踏式 我们发言的 我们弄起来各个小区 本来我们就要学习得多了 认为这个好 他们就推广了 刘乡长说 金家庄乡进行的 厕所技术创新改造 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 也成了全县各乡镇 农村改册经验学习的榜样 下一步厕所验收后 可以全部投入使用 之后 我们把去年改册存在的问题 反映到各责任部门 相关负责人也进行了表态 这个情况你们知道吗 我具体了解那边的情况 下去了才能好好了解一下 我了解一下吧 我反映的这个情况 你觉得 我们了解一下 我们多做一下 看哪个方理的什么情况 我们了解一下 那么 对于旅粮室厕所改革 存在的问题和先进经验 作为厕改牵头单位的 旅粮室卫健委 又有怎样的措施呢 其实你自己是在划 我小时候最好 有些改其中模式 但是改了一个 他在一个方法上 用起来不复辩 不复辩了 他也不接受这个东西 但是现在这个东西呢 咱们在中国里 管理后改变它 通过血川 然后我们喜欢的时候 就慢慢的改变 现在这个固扩 我刚才会开了个 工作盖上会 我们的最后 状态已经复在整个 这次不用重担 别人怎么办 借谈性 借录下 农村策改工程 首先应该在修建时 结合实际情况 方便老百姓的使用 其次 村民们 也应该试着迎接 新的生活方式 慢慢转变观念 双方共同努力 才能让农村策改工作 更好地推进 旅粮室卫健委 负责策改工程的 科室主任李兰胜也表示 他们知道 改造过程当中 不同的气候条件 地形特质 会出现不同的情况 他们会尽快进行 实地调查 根据实际情况 一一进行解决 农村策改 是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 往小了说 事关农民的生活品质 而往大了说 反映了一个地区的 文明程度 山西各地的情况 很不一样 怎样因地制宜 切合实际 把好事办好 这个真的是一个 需要认真思考 和解决的问题 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对 杨幻灵的问题 需要认真意的